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現場的夥伴們大家早安 早安 我是台中士建功國小的小河老師 想請問各位啊 社會課本裡面的內容 卻來是要做什麼用的 考試 的確 很多小朋友跟現場的聽眾們 一定跟我一樣 好唄 因為學校的考試會考 我自己本身就是从国小一直背到高中 可是记得有一次高中的历史老师 看到课本里面有汉高祖刘邦 他被围在平城 那最后汉高祖呢 他采用承平的奇迹才可以解围 当我们看到这文字内容的时候 我们历史老师就问我们 请问各位同学 你知道承平他采用的奇迹是什么吗 如果这条奇迹真的有这么好 的话为什么不把它编入教科书里面 让我们后人能够好好的学一学呢 还是这一条奇迹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啊 经过老师这样的提问之后 其实就激起我们的好奇心 对啊 原来有很多课本以外的内容 是更值得我们去质疑去探求的 所以课本里面所学的 只是我们最基本的知识养分而已 那进入到大学时候呢 我跟着西山的教授到台东 去进行实地的听语调查 发现台湾的好山好水跟课本里面 很多长得都不太一样 所以让我更知道了 原来社会科是一个怎样 很生活化的科目 所以我到国小去任教之后 我也带着孩子们走出教室 从社区公园到土地公庙 以及老街巷弄等等 各位思想看看 三十年前的台湾 学校教育 它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三十年前 我带着学生进行外教学 带他们去参观古迹的时候 你就看到一群小萝卜头 跟在我后面 老师在前面讲什么 小朋友就拿着笔 一直在记录 从早讲到晚 累得要死 你就可以看到 那时候老师的身份就是什么 代表着知识的权威 可是现在的教育就不太一样 现在我带学生出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 我只要简单地开场之后 小朋友他就开始怎样 拿着自己的平板 去拍照 去录影 遇到自己好奇的事物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是问谁 他们去上网问无垢大师 不是来找老师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教育的现场 已经在做改变了 到了2010年的时候 我开始接触到DFC 当我接触到DFC之后 我会发现 孩子们只要怎样 透过这简单的四个步骤 能够从他生活周遭去发现问题 其实让我更体会到 其实社会科 就是要让孩子们走出校园 进行试作学习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日常生活中 培养孩子的好奇心 是非常重要的 老师 你有好的提问 这是非常重要 小朋友 如果他也能够问出好的问题的话 你会发现 他可以更深入了解 社会更多元的现象 记得有一次 我们学校举办访问里长的活动 当然我们老师很紧张 我们就请小朋友 按照课本里面的教授的步骤 让学生们好好准备 我们要如何去访问里长 终于正式访问活动来了 里长坐上面 小朋友坐下面 里长开始提问了 小朋友就开始很兴奋了 选我选我选我 里长选我 里长就点 这位小朋友 第一个小朋友就开始问 请问里长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报纸件里长 他勉为其难的说 他说出了大概的数字 接下来第二个 开始里长又点了第二个 然后第二位小朋友问 请问里长 你生了几个小孩 这时候里长他还蛮高兴的 说我生了两个孩子 一个已经读大学了 一个读高中 好第三个问题开始 小朋友开始举手了 然后里长就学 请问这第三个小朋友 你什么问题呢 紫健迪跟小朋友 他马上急着问说 请问里长 你结婚了没 在现在中 他可能有出现 可是在当场 我们所有在场的老师们 都冒出三条线 一却好的提问 在课本里面 有的时候 他只会教你 大的原则跟方向 我们真的要设计 好的题目的话 要在我们实际生活 跟实战经验中 不断地训练与练习的 还有一次 我呢 寒假作业 给孩子们 除了以下 要去访问三位六十岁以上的长者 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 在出席前一天 有两个小朋友 很紧急地打电话给我说 老师老师 我们去访问了第一个长者 可是那个长者 他都乱回答 我说 为什么会乱回答 我就很简单 我说 到底发生状况 你们去访问谁 小朋友跟我说 他们去访问 妈祖 我就跟他一边访问妈祖 然后我就想说 我不是要请你们怎样 去访问三位六十岁以上的长者吗 你们怎么会去访问妈祖呢 孩子们就很无辜地说 对啊 我们要准备去访问妈祖 三府王爷 还有土地公 他们的年纪都超过六十岁以上 这时候我不知道 怎么要回答 那当然我就继续问 请问小朋友 你们是用什么方式 去访问妈祖 各位知道吗 我没有说 小朋友就是用什么 我当教书这么多年 我还第一次听到 可用我对神明进行访谈 所以我继续问小朋友 那你问了什么问题啊 那小朋友呢 他就想 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妈祖您姓林吗 然后他们就开始 拔 拔的意思是一个什么 可是小朋友 拔的是什么 小杯 那小朋友就很压意说 妈祖的本名不是叫林墨娘吗 为什么她是小杯 结果他们就问了第二个问题 请问妈祖你娶老婆了吗 结果得来就是这个 小朋友就想说 结果妈祖不是女生吗 她为什么会娶老婆 这个时候就跟孩子们说 有可能妈祖看你们这样 年纪小 虽然你们问题比较开玩笑的性质 所以他就用这种开玩笑的性质 回应你们 这时候又激起孩子们的好奇心 原来要到庙里面挖杯 问神也是有询问的 因此他们就访问了庙宇的60岁以上的庙房人士 询问如何挖杯 甚至他们去调查了这一座庙宇的历史 要祭拜神明的方式 各位你觉得这项作业有意义吗 各位可以看到除了孩子们可以深化课本语的学习之外 他们更了解了家乡的历史文化 所以社会科很简单 就是让学习如何过好生活的科目 让我们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有好奇心 除了有好奇心之外 能够让他们保持敏锐度 实时存移 能够问出好的问题 进而对自己生长的地方 能够更深入了解 进而关怀并改善我们的地球村 这不是我们上次会课最底下的目标吗 培养具有人文素养与关怀的积极公民 谢谢大家